這個的話來格羅林根好 格羅林根一艘作為一個防空9級的防空驅逐艦 那這艘船本身的話火力很強 在9級裡面火力是算強的 是一艘算是一個砲區啊 它沒有魚人 但是防空和那一個主爆火力的話 是比其他的船高了不少啊 那這把的話 其實亮點或者說 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於我把對面的航母給幹的 是我把對面的航母給幹的 那我們先開局看一下正能好吧 就按理來說啊 按理來說這艘船作為一個9級的防空驅逐艦的話 我們是不太需要擔心啊 對面的驅逐艦會過來騷擾我們 因為我們是有一個防空啊 防空技能可以把對面的飛機給打下來 而且我們本身的話防空值也比較高 所以這是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本身在10級防裡面 我們首先要看的就是對面有沒有 呃雷達啊 雷達的話 這是一個恰巴葉夫啊 恰巴葉夫對吧 恰巴葉夫讀一下 這是一個蘇聯的帶有12公里雷達的船 所以說恰巴葉夫 首先我們要判斷恰巴葉夫在哪裡 就是能掌握 或者說能知道對面恰巴葉夫的位置的話 對我們的那一個生存性啊 是有一個比較好的 叫他有比較好的 這個寶藏 是寶藏嗎 我怎麼感覺這用詞有點不對啊 而且再加上兩個兩個潛艇 我九級船再加八級船進十級防 然後兩個潛艇的 再加一個航母 其實還是有點難受的 雖然說潛艇對我們的威脅並不是很大 但是看見潛艇說實在的 呃 有時候就只能幹瞪眼 對吧 我們拿著這種 拿著這種這種 生海炸彈 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他這一個飛機 就要跑到我們這邊來的話 直接開把它打下來 因為大 大概率好吧 大概率的話 這個飛機不會整場都來找我 如果是整場都來找我的話 這不用 三個也不夠用對不對 三個也不夠用 好 然後十一架飛機全部打下來 然後打完之後啊 我是想想想的說是去B點 那本身的話 我感覺C點 我個人好吧 我個人是判斷說 我感覺C點有點危險啊 而且照在下面的情況下 大概率好吧 而且這個飛機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一個飛機是在上面 那大概率好吧 大概率我們可以判斷得出啊 對面的那個航母是在這個位置上啊 這個位置上 然後然後再看一下 哎 這個是D隊 然後這個也是D隊 這個也是D隊 那 而且格薩克也在這裡啊 基本上就可以確定的 恰巴耶夫在上路 而且恰巴耶夫確實就在上路了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因為是主隊的原因嗎 我想去摸一下B點啊 如果說C點的話 感覺三個人都去C點 好像沒有什麼優勢 因為我們家的航母也在下面 而且我們這兩個人 我們或者說我們這三個人的話 隨便隱蔽其實是不怎麼好的 隨便隱蔽其實不如對面 不如對面 所以我是個人好吧 個人判斷是跑下來 然後當時是在跟他們主隊打語音的情況下 我想著說要不要去摸一下這個航母 當然我們三個都是覺得說不太不太行對不對 不太行 就算你是一個防空驅逐艦 你跑到這邊的情況下 你首先要面對一個恰巴耶夫跟一個格薩克 還有對面的一個航母提供的 提供的視野 所以你如果一個人跑到這邊去幹幹航母的話 風險是非常高的 一般就是風險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是不推薦啊 這把只是單純的我當時想試一下 反正我當個台底指揮官 我是沒什麼關係 好吧 我是沒什麼關係的 我站完點之後就要直接去幹這一個航母了 我要直接去幹一個航母 但這邊再說一遍 再說一下 就是真的我要從這邊走的話 我一個我是要小心這一個飛機來點亮我 點亮我之後還要小心這一個格薩克 根據這一個航母的點亮視野 對我跟我就對面拉煙 然後在煙裡面白飄霧 因為對面的視野是比我強的 雖然我的砲擊能力比對面強 但問題是他在煙裡面 垂我的話 如果我不太確定他的位置 其實我是會比較吃虧的 好吧 那這邊的話我運氣算比較好 對吧 算運氣比較好 這個飛機過去找那一個 而且格薩克也跑到這邊來的 啊我猜對面的話 還有一個威脅就是這個恰巴耶夫 到底是要往左邊走 還是要往右邊走 但我是覺得好吧 我是覺得他這逼的肯定是往往左邊走的 而且這個飛機來了對不對 那這就是命運的5分鐘 好吧 命運的5分鐘 本身我這艘船也是沒有雷的 沒有雷的情況下 我要把這個航母打死的話 我只能慢慢磨 慢慢磨的話 其實還比較危險的 因為一般來說 好吧 一般來說 8級的航母的核心防護 是比10級航母強的 10級航母強的 一般來說 你做一個驅逐艦 你是打不穿 大部分的航母 你是打不穿 打不穿 航母的核心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 有 有一個冒險的 真的就風險很高 跟收益不成正比 一旦這個航母 直接賣著頭給我 我是 你要耗的話 我都要打打多久 但這邊的話 他自己轉身了 好吧 他覺得我沒有雷 所以他就自己轉身了 然後我當時的話 忘了好吧 忘了 你看恰巴葉夫在這裡 如果他把頭給我的情況下 我是沒有辦法 這麼快速的 把這一個航母幹死 那我一旦沒有辦法 把這個航母幹死的話 我就會被 對面的航母 跟這個恰巴葉夫搞死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不出去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覺得 對面的那個恰巴葉夫 也在這裡 只能說運氣好 好吧 只能說運氣好 真的 我是忘了 我當時是忘了一個 那個氣卡 是叫什麼 氣卡諾夫是不是 我是忘了 氣卡諾夫的核心防護 因為本身的話 像 像那一個 像那個誰啊 像那一個 勝利 98級的那一個 蘇聯 隱蔽線的那一個勝利的話 核心防護有 190多 190多 雖然他那個船頭核心的話 可能會薄一點 但 我忘了 誰會沒事一直去進 美收船的那一個 核心防護呢 所以這 這裡真的就是一個賭字啊 一個賭字 我當時就是 成了就成了 對不對 很險啊 只剩下305塊 305塊 而且這個 戈薩克跟對面的航母的飛機 你居然直接就放掉了 如果他在 如果能再多中一顆啊 或者說 運氣再差一點的話 其實我打完核心防護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交代在這裡 我就可以直接交代在這裡了 運氣算比較好 但是這個的話 距離已經有點不太對了 就是我 現在的 我們要想的 呃 問題就是 我們要如何在對面 恰巴耶夫開雷達的時候 不被他打 或不被隊友打 他們的隊友打 那根據這一個定位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恰巴耶夫大概是在這個3後 按理來說3後3前走的話 有一個 我不知道 他支付到我們家的那一個 這一個 初雲啊 跟這一個 實體分 應該是知道 所以他不敢從這邊過來 然後根據這個定位的話 你會發現 應該是 這麼拖刀走了 他應該是 往後拖刀走了 好吧 往後拖刀走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離 這些3還有點遠啊 我們只能 祈祷說 他不開 雷達 也沒有把頭伸出來搞我嗎 對不對 一旦好吧 一旦他 從這邊出來的話 我肯定是要交代在這裡的 當然他可能也會交代 交代在我們的那一個 戰衛艦手裡啊 但 不管他死不死 肯定是優先保 保證我們不死對不對 當然 還以指揮官算說 沒事沒事 但是你看著別人打 肯定還是有點問題對不對 好了他出來了 這邊如果他直接開雷達的話 我肯定是直接 直接就死了 就不用想了 他直接死了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沒開 是因為時間不夠嗎 可能是因為時間不夠 那時間不夠的話 不管了 反正我們這邊路上的話 進去幹一輪 這邊的話其實我不應該減速的 一旦對面的砲速 可以的情況下 這一輪我就得 我就得直接死掉了 我就得死掉 死了一個核心 後面的話算是這把我們的那個 叫什麼下路的人 或者說上路的人 也是比較離譜的 因為你會發現 當對面的蛤幕死完之後啊 我們這一把其實 差點被翻 你知道嗎 差點被翻 我們三個組隊的 三個人啊 全死了 全死了 然後這一個 這個一字魔也死了 這個十里芬也死了 這一個好像沒有死吧 這馬丁好像沒死 因為下面的話 一二三四四個人 四個人的話 我們已經沒有火力了 好吧 就按理來說 按理來說 這一個出雲的話 扛不住這 這三個戰略劍洗 你知道吧 扛不住這三個戰略劍洗 那這邊 其實我是不敢上去啊 因為我還有兩個煙 我 我安逸一點的話 肯定就是洗洗洗嘛 對不對 我肯定就洗洗洗 我不太可能再往前走 而且 這個行 這個驅逐劍 這個驅逐劍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威脅 但 還好 還好他在我那個射程氛圍外 所以 還算是比較安全的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 就直接開一個機關槍 一直洗就行了 對吧 一直洗就行了 然後卡著三人一直洗 人洗到誰就洗到誰 就停泡 哦 沒吃 這個雷應該也是比較極限的吧 我擠了 沒有嗎 可能是 可能是照的雷啊 可能是照的雷 那這這坨煙 洗完之後我們再換一坨 反正這這兩個煙的話 物盡其用 沒必要 急著送的吧 沒必要急著送 這兩個人其實只要 我 好吧 我這個 照死完之後 其實只要 照死完之後 我們 不行哦 這個煙的話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煙要給 照用 就是用在照身上呢 還是要用在 這個 Yamato身上 但既然照離我這麼近的話 就對著照打 我是真沒想到 我是真沒想到 為什麼在這裡會 失去視野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家的 航母 我們家的航母居然在那邊鬧著 這這照走 我當時就 蒙逼了 你知道吧 因為我本來是 推測說這個航母會去打這一個照嘛 然後我可以跟 根據這一個 航母啊 提供的視野啊 把這一個照先給打死 沒想到他是這麼鬧的 沒想到他是這麼鬧的 本來這個照已經是往這邊走了 如果 他 早點亮的話 我是可以拿一批蛋去抽 這一個照的側面 但現在照已經在看著我 他肯定是還要再忙幾輪對不對 就運氣很 真的 就 鬧吧 就很難受 我說你這B 這航母就有點噁心了 你找到從這邊過來 還要從這邊繞過來 你繞也是繞這一邊吧對不對 繞也是繞這一邊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要繞這一邊 就白白浪費了好幾輪好吧 就真的白白浪費了好幾輪 然後被這一個照給打死了 我當時是那個氣的呀 真的 這個照早就應該被 要嘛被我跟航母搞死了 但是這個航母真的是 有毒好吧 我只能說有毒 這下次吧 好吧